第一次玩 靈魂石之怒 靈魂石之怒 靈魂石那麼猛喔 鬼吧 那個武裝 好 我知道怎麼玩它 羽音歌日常 牠們很猛耶 牠們剛才為什麼打不死啊 要先守殺盾啊 所以要兩回合 靈魂石之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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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AVA可以換手 哇幹 怎麼一堆人問這種問題啊 就換那個啊 無屬級 什麼 那個猛牛 那叫什麼牛的 反正你可以打無屬級的隊員 不然乾脆一點欸 隊員帶個五個屬性嘛 第一次看有人被靈魂石之怒 你們是打死 不是 那個輪迴你也是第一次看吧 不是今天才剛出 那當然第一次啊 欸我那個冰花忘記開技能了 我跟你講這隊有技能就是開 有變身就是變 就這麼簡單 有吃有就是搞 火焰龍可以換誰 常駐真傷 抖M啦 或者是 還有什麼常駐真傷 愛麗絲也可以 或者是Sigma 都行 不過要注意那個 那個 那個 持續陣傷的效果要 要多一點 16 好 16的話就是石跟牛 那個持有技能不用開 10 6 就這樣 記得消火獲新珠 記得消火獲新珠 那 遠龍的技能才能維持下去 火焰龍換庸子可以嗎 庸子沒有減傷啊 庸子有減傷嗎 庸子不是只有直傷嗎 庸子不能換吧 隨機combo 3 1 2 2 2 3 3 2 3 3 3 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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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火焰龍有增傷嗎 沒有 他只有減傷 減傷的一個效用 有減傷就很夢了 電話跳起來了 電話可以變身就要變身喔 六坑 剛才遇到的不一樣 就把六坑嗎 一 二 三 四 差一坑 可以啦 六 在鑽石行嗎 不行 唯一一個可以把火焰龍換下來的東西 不是減傷的話 就是打66下的童虎 那是可以換 又是你們 這一次的我不會再 不會再輸了 剛剛已經被你們打爆一次了 這EVA換我打爆你們了 趕緊我壓著三坑頭內 問你有沒有 EVA算不錯了 你先不去吃油 沒有吃油換誰 換個毛啊 換 可以變身了 可以變身 吃油不用開啦 吃油直接轉 七坑應該很好過 重點是紅綠燈要消到 沒消到就GG 火焰龍先好我有 那可以啊 火焰龍很好 很好用的 好 這邊基本上差不多 不能守 想要按 還好 以後可以用鬼滅打爆 我猜應該是這樣啦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輪迴去 猜鬼滅大概的走向 我覺得至少一定有變身系統 還是什麼的 變身 要不然就是常駐增傷 就這兩個 因為這個輪迴很明顯 就是做球給這兩種東西啊 對不對 你帶一個常駐的 你帶一個可以變身的 卡片 哇 那不是爽 爽上天呢 所以這應該是有做球給鬼滅的啊 這輪迴開到什麼時候啊 如果開到三四月份的話 欸 開到四月二十五 喔 所以這應該做球給鬼滅打的啊 這鬼滅打起來應該會很舒服 七坑 欸 怎麼會問號 完了 那就 排一下版面吧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七 啊 這個 敲到它就下去了 啊 現在回復顛倒欸 這星座也太多了吧 我的天 六億 幹 還給我轉星座 嗯 呃 這邊可以開正式吧 那星座可能好一點 然後不要消火珠就行了 這樣應該可以帶走它 他消火其實應該也不會死 不過盡量還是不要消 欸 消一組看看好了 那也對啊 一組才扣五千耶 回復顛倒完全沒問題 喔 別讓正式暴走 對耶 400% 好好好謝謝你的提醒 太剛好了 鐵山剛好跳起來 然後這裡的話 呃 什麼東西 自命步伐已經被消掉了 火外防禦力95% 這邊直接打就好了 有冰花 就沒問題啦 不用算回合了 真爽 我跟你講其實沒有冰花有機會過啊 那就是你要去算回合什麼時候進場 就這樣 或者說 這個隊可以洗好技能 因為你可以靠生殺隊伍技能在 十之一洗技能 你只要運用它直接回血的那個特性就好 所以有機會過啊 回復力減弱 這邊要記得 一直手銷這個 火珠喔 火火星 然後風化珠盡量 解決一下 星珠有一點遠 中間好像會自殘吧 是這樣 OK 我們其實只要右邊 停手就可以了 阿 阿 你們算一下減傷阿 至少能夠擋它9萬的攻擊就可以過了 他會管你怎麼組 你的減傷都夠就行了 阿 這每個都會瘋化 有點 有點 礙岩 巴莉有機會嗎 巴莉 不知道也沒試過 好啦 第十二關 什麼 不能消水 然後水中石盾 那沒問題阿 不要消水 別消水 就這樣 哼哼 這個應該只會帶走阿 巴莉下去了 下去哪裡 我覺得巴莉應該有機會過阿 應該有阿 越有攻越強 這才9億耶 他才9億的血量耶 直接打爆他吧 第三隻換水油俠不行阿 水油俠才五回合 你五回合可以打到60 呃多少 你五回合可以連擊50下嗎 呃可以的話 那你就可以帶 好 接下來 十四關 這什麼 無數追擊盾 阿梅目珠是要追三 啊 這個開這個 啊 我有點怕 怎麼了 我是不是要重燈 左右兩邊怎麼空掉了 新的BUG阿 原來原來重燈 沒有黑科技 沒有要黑科技 只是 我有點怕我該 我等一下沒有辦法輸出三 會被他爆打就完了 我不想重打 幹那左兩邊為什麼不見了 這什麼東西 欸重燈會 重燈會變好嗎 很鬧喔 你們是遇到這個BUG是不是 喔你看那都正常了 哇靠 剛才那是什麼 太恐怖了 我到底看了什麼 然後那邊打個 我跟你講真是開了一定是五個屬性啦 一定是五個屬性 所以不用怕 哇靠好恐怖喔 到底都看了些什麼 BUG測試原以上限 沒關係 重燈重燈就沒事了 重燈就沒事了 呃 接下來是 九康追擊盾 啊那什麼酷頭啊 哇靠 那我開個龍科喔這裡 我真的覺得他好恐怖喔 這個我不會打不過啊 因為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他的傷害感覺很痛啊 他們打人好痛啊 好啊 龍科 我帶來只是保險用的 後面沒有說特別要使用龍科的地方 第十關怎麼解 你是指 第十關的哪一個協調 第二個協調就是開副加效果消暑就行了 啊 啊你看剛好 主要是我們沒有帶光屬性的角色啦 有點抖 啊然後 五鼠極盾 其實這邊可以綠耶 就是你那開龍科可以綠一下 然後我跟你講 那水珠盡量不要下在真士底下 不然他等一下暴走 暴走就好笑 暴走就出事了 第三個是誰 火圓龍 吃油都不跳 他跳啦 他狂擊啊 有吃油就開吃油吧 不能消木 那點光暗星的滿名就好了 好 這樣那個 生死也不會暴走 啊沒有沒有 那個吃油就直接轉了啦 有吃油就開箱 懶得轉住就這樣子 感謝小雪加入我們的 相當大樂園 謝謝您 天園能過嗎 天園比較不行 你說五卡嗎 五卡他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打這個啊 沒有辦法解無數幾盾啊 之前就被針對過了 這次又來一次了 這只能先解決一隻 哇靠沒有三個屬性 還好啦 只卡水珠的話有機會 或者說你疊珠也行 你懂那意思嗎 沒事 他把我後座可轉掉 其實兩顆水珠是不算 對於吃油隊來講不算卡住的 對於吃油隊來講不算卡住的 他是可以靠那個天降荒蜜去把它消掉的 我剛才應該直接手轉 好這個三個屬性都有了 那就沒問題 主要是肥火木 打人有點痛但是不會死 好這也是肥火木 說不定 就是肥火木 我沒問題 轉一下好 OK 應該會過 現在要做五卡都不能過的打算了 所以要做五卡都不能過的打算了 剛剛應該會瘋狂針對阿 應該會瘋狂針對阿 守消巴康論 越攻越強烏斯減傷 八坑啊 好啊 整吧 沒什麼 八坑而已 不過版面要有就是 到這邊你要 你要那個確定你的 減傷是有跳的 不然下一關過不了 快爆走了 對啊 怎麼回事呢 5啊 CD5啊 那只能開這個 這木柱好的話還多一點 次又有個男針對 你先不要講這個話 他要怎麼針對一定有 一定有缺點 目前沒有完美的隊伍 你看不會死 所以那些為什麼減傷的 我跟你講 你能夠擋下他這個攻擊 你就OK 就是這樣 那你這樣就可以對魔啦 不行的話就沒辦法 重點是他那個9 快要接近9萬的那個傷害 然後你停在右邊或左邊 石油底下就可以直接回血了 所以這邊不用怕他 他都固定打這個傷害他不會狂暴 我還在打賭阿伯 輪迴會遇到幾個Bug 這個不知道 目前累積一個 然後這隊還要注意那個吃油不要 啊不是不是吃油 那個 真是不要暴走這樣就好了 這次真的做久給舊愛 這就是一個 成語阿 你會懂嗎 成語 舊愛還是最美 就是這個意思 什麼意思 呵呵呵呵呵 做久給舊愛 突然想到的一個成語 到這個地方 有些人 會啥大家都 不記得 三色鬥龍科 啥 什麼是三色鬥龍科 三色鬥龍科是什麼 聽起來超難吃的 喂喂 舊愛 德韓爾 什麼東西 什麼是德韓爾 那什麼東西 不知不覺是持久了 持有就這麼沒壓力啊 那做壞的卡片那當然啊 欸你看 打著打著就掛了 我們聊天就死了 有沒有覺得很噁心啊 根本是鬼一樣耶 這邊真是暴走也沒差啦 反正我們技能已經開完了 他要暴走就給他暴吧 我們已經做完所有的事情了 這隊真的是簡單耶 先不要講這個話我們 先20關打過再講這個話好不好 先不要leaflag謝謝 然後再來是狂擊狂暴狂起來 先開這個 感謝你少學的75塊 輪內大西蒙兩卡合體能過嗎 可以吧 不行嗎 不倒意志狂暴5倍 然後再來狂暴才5倍 啊這邊還有龍科怎麼死我 我問你怎麼死嘛 大聲什麼 我就是 我吃油就是求一死而已 關卡都不讓我死耶怎麼回事 蛤 怎麼吃油要死這麼難啊 怎麼吃油要死這麼難啊 現在好像也是吃油的甜蜜騎啊 沒問題啊這個 做球做起來吧 也沒有特別做球啦 就是本身就很強 你不是死過一次了啊 先別提那個 嚇嚇嚇嚇嚇嚇嚇 那個先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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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嚇嚇嚇 欸這隊就這麼簡單好嗎 跟著打一定會過啊 跟著打一定會過啊 我跟你們講你們自己玩這隊應該都會過啊 這隊是最簡單的一隊了吧